музыנס llo大家好,我是屠傑 今天我要帶大家去吃私房經典的蝦子 我是一個超級超級海鮮控 那我就是有一陣子沒有吃海鮮 我就會覺得全身都不對勁 那這家真的是物美價廉 可以光吃蝦就吃飽的店 所以Let's go 好的 停好車了 現在要過去吃蝦 那其實這邊交通算還蠻便利的 就是從捷運站 景岸站走過來沒有很遠 旁邊有停車場 一個小時才20塊錢 那這次最主要去吃的這個呢 是泰國蝦 我覺得吃泰國蝦跟一般草蝦不一樣 就是它的肉就是很Q彈很扎實 所以吃下去飽足感會非常非常夠 就在那邊 對面 Let's go 那我今天來到店內 今天點的是胡椒蝦跟蒜頭蝦 那我覺得他們這邊的話 最主要一斤是350塊台幣 再加上他們的代工料理費的話呢 像胡椒蝦跟檸檬蝦 蒜頭蝦我最喜歡的 那就是一斤一整盤大概480塊 接烤蝦的話就是430塊 就簡單的大家去那個釣蝦店的時候 會使用的也好不是 所以呢一斤的話大概就會有 11到12隻蝦左右 再來這一盤呢 是我最喜歡的蒜頭蝦 還有滿滿的蒜頭 而且呢像那個阿姨他們啊 都會把這邊的這個被貼開 所以這邊那個蒜頭的汁 都可以很完整的進飯裡面 沙子超級有味道的 吃這個我覺得最過癮的 就是要弄得滿手髒些的 就是要用手吃它的味道啊 這時候拋開筋汁好不好 然後享受一下食物的原味 然後這一集 就是有黃的 我覺得這種就是 吃到的時候就覺得 好夢幻喔 這就是我想要吃的蝦子 看到嗎 它彈出去了嗎 它彈出去了嗎 然後其實他們這邊呢有提供免費的白飯 但到底是誰來這邊還會在吃白飯全部 所以我這次是兩個人來吃 然後就吃了兩斤的蝦子 就真的是非常飽 我現在大概吃了三分之二了吧 我已經覺得我很飽 然後滿多很多蝦 就覺得很滿多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配置的話 像我之前我跟就是圖傘 然後我們三個人會一起來吃 三個人點兩斤蝦 然後就點一盤青菜跟一盤餐 就覺得人生啊 很幸福 而且其實這樣三個人share下來的話 價格也不會說真的太高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的話 雖然是真的是非常露門價格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整個環境並不是非常華麗 然後又很fancy的感覺 可是就是真材實料 把價格然後跟食材破好 把這些東西呢 都回饋到你的味覺裡面 讓你滿肚子就可以飽飽的囉 好啦 以上呢 就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個人生活上面 就會來吃的小美食 如果你也是一個小吃貨的話 不要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 你的開啟小鈴鐺 Facebook IG 都可以找到我的中機 福捷一起迷路旅行 小明星見囉 掰掰